你像一般的这肉的话 是得提前给它焯焯水去去腥什么的 不穿水 自动用清水包细紧 分之穿了水的话就包一件不定筋了 罗杰说为了在争执时 保留肉的鲜与细嫩口感 去腥需要更加细腻的方式 五花肉直接改刀成薄厚均匀的肉片 加入料酒与胡椒粉 抓拌后静止片刻 这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自动用清水漂上 清水在泡的话 不会把我们之前入的这个味儿冲走了吗 它不会麻辣过去把它冲走 如果说你不把它尿就吸掉的话 它就会吃了一碗尿的味道 就是要有它的作用 但是不要它的味道 香中带辣的胡椒粉和去腥家品料酒 均通过与肉类中的腥味物质 发生化学反应 达到去腥增香的效果 锅水清洗后再次静置 肉片中的血水逐渐渗出 你看这肉还有一点血水 怎么处理呢 倒到波及里边 还得这么沥一沥 把这里边残余的一点血水 如此反复 直到肉色粉白 异味去除 接下来 肉片如何调味 才能香浓肥糯 入口不腻呢 老姜香葱切碎 再加上酱味浓郁的皮线豆瓣酱 一同块刀剁细 释放芳香滋味 豆瓣酱带到很味 带到香味 剁碎之后呢 多了一起炒 热锅宽油下料 在油脂的翻腾中 酱料的香与鲜 在高温中被再次激发 无量起酷了 这么快吗 感觉它的那个香味 才刚刚烹出来 再炒就炒熟了 罗姐眼急手快 只是数秒 莲油带料果断捞出 再加入胡椒粉 唠糟和腐乳 调出复合风味 一份酱色红润 咸香四溢的熟芝麻味料 是罗姐的独家增香秘方 现在就把这个酱拌匀 就可以了 拌均匀 肉也基本上有了底味 也上色了 肉片充分抓拌 腌制三十分钟 然而他却说 调味还未完成 接下来依然是关键 今天准备了两种米 小米和糯米 糯米比较滋润 口感是好的 小米是养味的 养味的 两种米混合起来 这算是您的自己 一个小创新是吧 小米含有极为丰富的 营养物质 是老人们日常的滋补佳品 也是罗姐菜单中的常客 只需上锅蒸制 米味清香微甜 提前泡好的糯米 直接冲倒成 带有细小颗粒的米粉 这是我粘的花椒蜜 辣椒蜜 胡椒蜜 自己调的 两种米 一比一混合 再加入罗姐的蜜质粉料 增色提香 将米粉撒入腌好的肉片中 翻动肉片 使粉与肉均匀粘过 米粉与马肉料的咸香 均衡搭配 丰富口味层次 是不是这样就可以直接上锅蒸了呀 还有一道程序 什么程序呢 点红油 有点是不辣了还叫 又香又脆 老人家就吃不得辣的 为老人家做菜 其实要想很多方面 因为要了解老人家的需求 吃得很 吃得清淡 吃得麻辣 他们就会跟我说了 就你在某一些程度上 就做了他们一些儿女的身份 有关系 好多话 你家老婆一十五年 他老婆要请你吃一点点 像屋子里买的鸡蛋糕 里买的糖 他都会送给你 你会在他们身上 感觉到很多温暖 提起老人 罗姐满眼笑意 手中的辣椒 也在热烈的油烹中 将一身爽辣脾气 变得明艳而温和 芝麻与粗制辣椒面 在热油中相遇 这会是他调味的关键吗 红油也炼好了 这是往里倒吗 我往里倒 我放在碗底 到了三军区就吸了 身材不好看 不定情 红油垫底 再马入肉片 可以在蒸制中 为上层食材增加油润度 最后再套上一层保护膜 上锅蒸制一小时 罗姐在精细之处 练就的滋味 软嫩 咸 香 油润 锅具液切断 开水汆烫 铺入盘中 再将碗扣入盘中 扣过来那一瞬间 它底下红油的香气 一下就冲上来了 还用做法 也可以下油骨砸 还有炸的做法 都一种选择 是吧 蒸熟的肉片 八成油温下锅 表皮干酥后捞出 罗姐特制粉蒸肉 酥脆爽口中 肉香四溢 让人胃口大开